继今年六月份,南投原创考大株职人术科认证考试后,日前也办理南投原创考大株第一届南投原乡原住民考株王大赛,吸引众多考株业者踊跃报名参与。当天县议员石庆隆、全文才也到场共享盛举。 考大株的最早的起源是在我们原乡地区,就是新义乡罗纳村开始,那一直到现在推广,越来越多组的考株的组织团队,还有师傅,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更专业化,所以我们期盼了认证考试,认证完了,在总十六组里面挑来竞赛,做一个大株的竞赛活动。 那县长五百位的那个名单,一发出去之后秒杀,所以这个表示说,哎,这样的活动,就是对我们考大株来讲,业者来讲,是一个好的活动。 先议员石庆隆表示,感谢原民局的用心,举办此次的比赛,也希望借此能让民众对于考大株这项文化,有更深入的了解。 我们原民局对于我们县内的这个考大株的这个业者,也就是职业大人,他们来做宣导,也就是说,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考大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,能够做一个认证。 那最重要的当然,我们也希望就是说,让外界啊,这个对我们原住民考大株这样一个行业,还有这样一个产品,文化,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同。 先议员全文才表示,借由此次的考大株竞赛,突然让民众对于这项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外,也欢迎民众,如有活动时,也能够邀请考大株业者前来考大株,让民众了解到原住民考大株的风味。 为了我们这个,这些师傅,考大株的师傅,能够曝光率高一点,让我们的全国观众,如果有兴趣的话,也能够邀请他们到你们的一些活动场合,去考大株,让大家尝一尝,原住民考大株的风味,到底是什么一个不一样。 在这里,我是很期盼我们的这些业者,就是考大株的业者,能够透过认证之后,让他们的曝光率增加,然后也让我们的全国的喜好,喜好考大株,吃大株的这个乡民们,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保障。 藉由此次考大株的竞赛,不仅能让民众对于这项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外,现场的试吃也让民众尝到原乡原住民所考出来的大株,是相当好的一项活动。 记者出品队南投采访报道